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 这也是在有一本书上 《淡尽烦心》 这个书里面好像是 他以前有一个雕刻师 雕刻师 雕刻佛像 然后他就去想说 我有一天要刻一尊非常棒的佛像 刻一尊菩萨 然后他们到处去找资产 找那个材料 这个不够坚固 这个不太好 选了很久 选了很多种的资产 后来找到一段木头上上之选 哇 他就很高兴带回家 他就在看 这边 这边剩下的呢 做什么呢 他说哎呀 也是很棒 然后他就来雕刻那个沐鱼 沐鱼 那雕刻完以后 刚开始雕的时候呢 那个沐鱼很快 很快就完成了 很简单 很简单 那个菩萨呢 哦 看起来不怎么庄严 哪里又不庄呢 哇 不庄严就是要给他修正嘛 一刀又一刀 一刀又一刀 一刀又一刀去溜了 溜了听了 就把它去消掉 整理 到最后 很久很久很长很长 一段时间才完成了 哇 花了很多精神了 这样子 然后菩萨的像也修好了 那个什么沐鱼 当然很早就做 做好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他拿出这两个 一个菩萨像 一个是沐鱼 去市场去卖的时候 有一个住持啊 哇 非常适合 哇 这个材料是特选的 你能不能卖我这样子 他说可以啊 我本来就是要卖的 要买的时候呢 哇 那个价钱差了很多 但是那个住持也知道说 一定是差很多 为什么 等一下就有道理讲出来 那我们就买回去 买回去以后呢 我刚好放在同一个大殿 大殿不是要有菩萨 大殿不是要有敲木鱼的 木鱼 这样子 菩萨每天就坐在上面 你装眼 哇 大家来看 就供养菩萨 礼拜菩萨 环绕菩萨 哎呀 对菩萨的恭敬啊 运动啊 祈求啊 这样子 这样子 非常的 欢喜 这样 看到栽菩萨这样 大家都 心都被 吸去了 被射受了 也就是皈依了 所以打下 然后呢 在旁边那个沐鱼呢 怎么样 他就发现 他怎么找那些 我跟他是同根生 一样一棵树 我只是一头 他一头而已 不一样的头而已 一解是一解 但是我受的待遇是每天被敲啊 每天被打啊 没人礼敬我啊 没人供养我啊 没有人说我怎么样啊 就每天打我 他心里面 还急不爽啊 哎呀 有一天呢 就跟菩萨 诉苦抱怨 菩萨菩萨我请教你 他 我们两个都是一起来的嘛 一棵树 为什么待遇差那么多 为什么 为什么差那么多 拱论里面讲说 对同行啊 不要嫉妒 比较轻吻 有没有 每一个人呢 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的努力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一个乐队 一个乐队 你笛子 你喇叭 什么什么什么 小谷什么什么 要配合 要合作 音调 要按照 那个来 整个 气氛就出来了 该有的音乐 通通 都出来 让大家听得很悦 开心 如果你各吹各的吊 是不是 然后呢 抱怨 比较 亲吻 嫉妒 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 要学这个 这个重点 就是在 不要 嫉妒 比较 轻困 然后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 特点 我不可能变你 你也不可能变我 我就是我 我有我的能耐 你有你的能耐 这世经也不会说 因为没有你 又怎么样 没有我 又怎么样 大家都要配合 互助和弱 这样子 那讲这个欲呢 这菩萨 刚刚有讲到 跟 沐鱼啊 这个沐鱼 他显现出来的就是 很 不同的待遇嘛 他抱怨嘛 那他有没有想说 哇 刚刚谁讲的 人家菩萨 一刀一刀的雕 一刀一刀的磕 花多少时间 受了多少苦啊 如果这样讲的话 你呢 那个沐鱼啊 你受的苦是不是很少 一下子 就完成了 这个沐鱼如果他能 往这方面一想的话 好 原来每一个人的 机遇不同 对待遇也不同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呢 做什么事情 对人 对事 好 有什么地方 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 你记得这个公案 你去 好 比一下 道理都差不多了 是 我们 如果能 把这个 故事呢 当作我们的一种 接近 那我们 可以体会 提醒我们 真的 不要计较这些东西 有个法会 刚讲的 没有 沐鱼你敲什么 就菩萨坐上面 或者说菩萨没有 那个沐鱼 在那边有什么用 大家都要配合 乐器一样啊 我要凸显我自己 我吹得很大声啊 有什么用 破坏了这个 所有的 所有的 团队的精神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要记得 这个玉呢 这个玉可以学很多东西 可以学很多东西 那它的音在哪里 木鱼的音 雕刻的时候呢 雕刻比较少 果呢 就 没有那么的精密啊 或怎么样 菩萨 音呢 在雕刻的时候呢 这个音呢 花了很多长时间 很多天神 才成立 成就一尊菩萨出来 果就是 那么 了不起的菩萨 音跟果之间 音跟果之间 必然尽 凡事 必有其因啊 你不要去计较 不要去 比较清楚 基督 基督什么 基督人家 照耳叶 这样子 好 好 我们这个故事呢 我希望同学们 当你 碰到 在一个单位里面 人家老板给你升官 或是没有给你升官 升别人 升怎么样的时候 你呢 要去思维这件事 你从 这个公案里面 可以学到一些 警惕 可以让自己超越一点 很多都可以这样子 好 好 我们再次讲到这里 那我们呢 下面呢 我再讲一个 这个 英国 的关系 在唐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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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宰相叫李德玉 宰相 这个人呢 非常的 非常刻薄 动不动就把人家发布边疆呢 好 把他弄到边区去 去做什么事情 啊 修补地球啊 干嘛 就叫他去做很多事情 啊 吃也吃不好 就 那很多的 蚊虫嘛 很近段差 这样子 就把他 好 分配边疆 动不动就这样子 所以 被他分配到 以前的那个边疆呢 京城到边疆 最远的就是 海南岛 就 很多的 大官啊 他是宰相 很多的官 官员啊 没有 没有做好 做出事或什么 或是不如他的意呢 就把这些人 通通发布 发布到边疆去 做苦工 做 非常的 困苦 那这些人呢 去呢 都是很屋顺 本来 在 尽 尽当官嘛 生活什么都很优渥的 就突然的就 一下子做错 就被 发布边疆 这样 哇 内心里面就很不准 我们在狱卒的时候呢 就是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呢 对身体就不好 所以 被分配到那个边疆去 到海南岛去的时候 就很快的 这些人呢 很快就死掉了 生病啊 什么 很自杀啊 什么都来 就死掉很多人 然后那边呢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海南岛那边呢 有一间 寺院啊 那个住址啊 看到 从金城 给他 钓到这边来的人 都好像 很快就 往生了 然后 树木也不少 然后他呢 这个住址呢 就很慈悲啊 就想说 这些人的 妻儿子女 坐在家里 离那么远 又不能来 帮助他收尸啊 只要 这个住址呢 就一个一个 帮他 收尸 然后呢 去烧整灰啊 用一个 葫芦啊 给他装好 然后给他写 他是哪里来的 名字 住哪里 什么名字 这些啊 贴一张纸 就吊在那边 吊在 那个 寺院的附近 吊在那里 哇 吊了很多 这样子 就李德宇当 宰相的时候 他对人家 真的是很刻薄呢 没想到 他有一天呢 他有一天 就做错事了 然后被他以前的政敌啊 给他像 像那个 国王 还是 帝王 给他 敬禅眼一样 就是给他 说话 讲讲啊 也是一样 很快的就会 打 打到边疆去 这样子 他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子 没有哦 他在 非常非常 辉煌 很打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想到这些哦 没有想到这些 结果就 有一天他也被排除了 他去呢 不知了 这怎样 哦 那么大的关 突然的就这样 完蛋了 很快了 李德宇了 就生病了 生病了 他就心情不好 就到这走 走到那个寺院啊 他突然一看 哇 啊怎么那么多的那个 葡萄啊 装骨灰的盘子 那么多 他就一看 那他就问啊 他说 哎 请问你 师父啊 这个 他们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多 那么多人死在这里 那师父呢 他也不晓得 这个就是李德宇这样 李德宇也没有讲出 他是李德宇这样 然后呢 就 等于说 没有讲出 那师父就这样 这些人哦 有些是被冤枉的 有些是被 怎么样怎么样 被那个宰相 给他打 啊 分布到 这个 边疆来 有些生病了 死掉了 没有人收尸 啊 扑尸荒野 那我看到 实在很 不忍心 我就把他弄 弄 掉在这里 以后他们的亲人来 可以任名字 可以带我去 这样子 就李德宇 一听呢 都是李德宇 那个时候 把他 发布边疆的 他啊 他自己 当场看到那么多 哇 他吓得要死 那时候他才知道说 哎呀 我 怎么会干那么多 这种 可怕的事情 哇 非常厚 也非常的痛 非常的金黄啊 那么多人 因为他 好恶 喜怒 这样子就死掉 就被他害死 很快 这个李德宇 就死掉了 那个柱子呢 他不知道他是宰相 他也是把他 他也是把他 没有人收尸啊 没有人收尸啊 就烧一烧 就给他挂那边 也是掉在那里 这样 这个故事呢 他讲个因啊 这李德宇宰相呢 他种了什么因啊 得到什么果 这我们 举思尾 因果 因果 非常 准确 你如是因 以后 敢 如是果 没有什么好讲 没有什么好谈的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同学们 在学习啊 做人 做事啊 对自己的父母啊 岳父母啊 公公婆婆啊 对这些老人家 你孝顺 以后 你的子孙就是孝顺 你不孝顺 你的子孙就是不孝顺 全真万确 这 业 已造不孝顾 未造不孝顾 增长广大 它是 都是 我们平常所 过去世 现在是 造的业 现在也敢过啦 你只能 怎么样 泪流满面啊 你也是 不是跑到 山上海上 哪里 躲起来就可以躲 不是的 跑不掉啊 这点 我们可以 注意 做人做事 自己 自己要小心啊 小心 小心 謹慎了 或者有一天 当赶果的时候 到二月赶果的时候 你可能泪流满面的接受 一点办法跟 也造不孝 也造不孝 会造不孝 会造不孝 你没有造 你不要担心 真的 所以一次 又一次的 要大家 深信 也火 会信 要信 信了以后 要兼顾 要兼顾 龟一 我们下次到里面 龟一 业果在后面 你龟一 没有业果 来支撑 你龟一呢 不是非常的 你的精进 没有犯法 做得很好 你深信业果以后 再回过头来 再去考虑 思维 你的龟一的内涵 被 司长三宝 佛菩萨 龟一心 那就会净化 净化 提升 所以 龟一业果 同一样在 我们的 共下司长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说 啊 那没伤害啦 精精彩彩彩 精彩彩彩彩 公公的 不是喔 确定的 这一点 要好好地去 努力 不是当枪口而已 要好好地去做 要好好地去做 实在去做 这样 最近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啊 他说他以前呢 对 公公啊 对老人家 不是很那个 生病啊 也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呢 他来上课课 上课以后 以前都是 好像 没有说很 认真的去做 但是 来这边上课 听了这个内涵 他 现在呢 现在 变得说 哎呦 我要好好地去 孝顺 孝顺功功功功功功功 否则 哦 这个 夜的问题 跑不掉 他现在慢慢地慢慢地去接受 然后呢 哎 他说 他说 现在 回去啊 婆婆要吃什么啊 他就去做什么给他吃啊 哇 他做了以后 虽然他自己认为 不怎么好吃 但是婆婆高兴得不得了 他差那么多 他说 我的技术 难道有进步吗 不是你的技术进步 是你的心进化 你的心 你的心 态度 恭敬 孝顺的心 比起来 很客气的 他公公还一直担心说 以后没有人要养他 以前他还是听啊 但是最近他跟公公说 爸爸没有关系啊 你不要担心那么多 你心情放开朗点 他们没有人养 我要我要 你来 你来帮我住 哎 他竟然讲出这种 他自己都 很不可思议的话 讲出来了 哦 他公公听得很高兴啊 高兴得不得了 他才知道说 哇 这老人家 所求不多呢 所求不多 就是 一个温馨的 关怀 他就很满意了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 当人家媳妇的 当人家子女的 我们对这方面 特别注意 这是根本嘛 这是根本 这根本如果没有的话 既然你再有钱 你都没有 都不是你的 关在大海当不久 了解哦 加油 我也是来加油 奉金王政 现在是孤儿了 真的 那 那 我心里念念的 都 讲到以前 不再也没有做到 真的 非常的忏悔 忏悔 当然要做 但是 为什么 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你不好好的 努力呢 像你们的公公婆婆婆 姑姑母亲 还活着 你不好好做 以后再来讲 后悔 有什么用 好 所以 建议的 我也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我 所以 一直在探索這件事 看到人家的 找人家後 真的也是非常精進 慢慢的改善 這是第二個故事